东航试试课机的一部黑匣子已于3月23日被发现 目前该部黑匣子与印第北京技术专家正在破译 什么是黑匣子 黑匣子中存储了哪些信息 是否能还原飞机飞行状态 3月24日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郭庆解答了关于黑匣子的几个关键问题 黑匣子就是飞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飞行数据记录器 可以调取出来查到飞机的最真实的一个设备 它一般有两个 一个叫做飞行数据的记录器 还有一个叫驾驶舱的舱音记录器 国庆介绍 黑匣子一般呈方形或者圆柱形 为了减少冲击 提升它的生存力 通常会将它置于飞机尾部 此外 黑匣子外壳采用钢板和隔热材料 可承受100G以上的重力加速度冲击 1100度的高温 23日晚间 民航局航安办主任朱涛对外披露 东航试试客机第一部黑匣子已经找到 外观破损严重 初步判断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找到的这个是舱音记录器 就是录下这个机舱内部的声音的 另外一个叫飞行数据记录器 这个会记录飞机的飞行速度 包括它的一些高度等等这一些信息 郭庆说 尽管第一个黑匣子已经找到 但由于飞机在失事前一瞬间的姿态和速度难以判断 所以找另外一个黑匣子也不容易 黑匣子肯定是越快找到越好 因为随着它自身的电量的消耗 它发出的信号也会逐渐的微弱 一般的这种窗口期至少在30天以上 甚至可以到40多天 破译黑匣子需要多久 郭庆说 这要看黑匣子的受损程度 如果受损程度低的话可能很快 也许几天 如果受损程度高 也许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 郭庆介绍 黑匣子是判断飞机事故的重要线索来源 如果找不到或者无法复原 也可通过比如调查飞机的维修记录 飞行员的心理状况 其他机组人员等辅助手段来判断失事原因